30歲的陳姓女警從靶場被抬出來時 意識還相當清醒 發生被自家人彈頭碎片擊中大腿 教官非常意外 苗點有點位移 打到我們的防護的鐵條 鐵條用彈頭的碎片 剛好很意外的 剛好跳到我們隔壁 時間回到13號下午2點半 台南市歸人分局20多名員警 前往新華之一派出所後方靶場進行長訊 當時正進行7公尺 閒音把快速射擊訓練 而林姓所長站在掩蔽物的後方 朝左前方開槍 沒想到彈頭擊中邊框鐵條 而碎片噴到陳姓女警的左大腿 這是真的是很意外的意外 那個彈頭碎片的東西 你那個方向的控制 因為最主要是要打中這種 機會不大 第一時間女警沒察覺自己受傷 直到打靶結束 才發現自己的左大腿不斷流血 向教官求援報請送醫 這是一個屬於比較情境模擬的課程 讓同仁更貼切 實際去執行更安全 所謂是打靶用的訓練彈 並非同製實彈 子彈沒有打中神經或要害 夾出兩塊碎片後 已經出院反家休養 記者賴關章才能報導